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來講故事 今天是2022年6月4日 這個故事我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標題就是 沒有什麼事是無異議的 年輕人做事想被別人教悔 你這樣做有什麼意義 又或者你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有些事情 還有很多人的眼淚是沒有意義的 也沒有什麼用 是浪費你的生命和時間 其實有些時候 就是因為看起來 沒有意義、沒有目的 什麼事情都構成了我們人生中 最純正、最美好、最幸福 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你認同嗎? 第一個故事就是 畫家有個叫黃永玉 創作了很多經典的資助 在他的畫中 長期一直都受到評論界的極大的關注 在評論黃永玉的畫中 有些評論家甚至會給黃永玉 畫中賦予最高的評價 因為黃永玉在創作的時候 心裡有一個非常高尚的創作動機 他的畫作裡面 詮釋了生命的內涵 甚至傳遞了筆筆的生活的想法 曾經有記者 當面問黃永玉去求證這件事 就去問他 在創作的時候 是不是評論家所說這樣 想表達到生命最高的境界 然而黃永玉的回答 讓大家大失所望 他說 我創作的話 就是為你開心 過癮 沒那麼多意義 你想多了 第二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 傳開了之後 他成為萬眾期待的焦點 很多評論家紛紛解讀我莫言的寫作作品 甚至對莫言的寫作動機 給了很高很高的評價 說是寫作的莫得就是 為一群若細的社群代言 為人類的不公正的勒喊 好弘大理想的理念 又是很可惜 那記者又是把這個問題 去採訪莫言的時候 莫言就說 其實我寫作最大的原動力 很低級 很低B 就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 或者生活 以及最重要是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說得難聽一點 就是為了開發 是不是很好笑呢 心理學家大師 歐盟 並龍 曾經定下了生活 四個極級的問題 第一個 不可避免的就是我們面臨的死亡 其實我們的內心深處是很孤獨的 我們需要的 是自由 還有一點就是 無論是生活 或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意義 可言裡 它認為 我們生活所有的痛苦 基建於 源自四方面的困擾 生活 生活並沒有一個顯而易見的意義 並不是代表它沒有意義 而它告訴我們 沒有想去過度的執著 一直以來 我們總是執著追求他人眼淚的意義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不開心 或者對我們來說 偶爾做些很無意義的事情 反而讓我們快樂 這一個無的意思 就是一種的意義 另一個人說 叫做百岩松雪 我們生活太過乾了 為何這麼dry 我認為 就是我們當下人的生活 不是一種的幸福寫照 dry到好像生活裡面 揭住一種水分 沒有這種水分的滋潤 生活是沒有意義 沒有意思的 所謂的水分 就是生活裡面的調味餅 甜酸苦辣 為生存去輾轉奔波的時候 不如放慢你的腳步 不要忘記 生存 為了更好的生活 生活本身就是活著的意義 百叢癌 百叢癌還說 有生生命的某部分 不就是應該 用在讓你感覺很舒適的浪費上嗎? 這種浪費實在就是 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只不過我們的浪費已經很少了 我們的生活就會變得很乾燥 總結 我們有時候 做什麼時候 太過值賓有個目的去做 聊生意就是聊生意 旅遊就是旅行 過程有時候被我們忽略了 我心裡 寂寞究竟是聊生意的種種情況 旅遊的種種安排 事時刻刻去準備 甚至在建設 很多意外 心有所在 心有所牽 多數的情況下 我們根本是沒有心思去欣賞 沿途的風景 或者情況 無論風景如何再漂亮也好 我們都是以目標為本 沖到目的地上 然後放一個Post 放幾張照片 放上大家的Instagram Facebook 然後轉身 又走 又去下一個景點 或者是下一個場景 那你就要由心想一想 究竟你的人生活著是什麼呢 記住 沒有什麼事是無意義的 只是你可能被 某種原因 紅閉了雙眼 或沒有發現它的真實意義 其實簡單的說 有時慢活下人生 停一停 不要做一個金錢的奴隸 每天磅磅磅磅磅去賺錢 當然我認同的 生活開支 柴米油鹽磅磅磅磅磅 是需要錢的 但如果足夠過一個簡單平凡的人生 我們是否可以停下來 看一看周邊的人發生的事 各樣的風景 各樣美好的環境 去享受一下陽光 可能會有另一番景象 你覺得是不是 故事就說完了 希望你們喜歡的話 幫我分享給你們有需要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讚及訂閱 有你們的鼓勵 是我做這件事 覺得有意義的 多謝你 拜拜